非常嚴重 照理說 共產黨就是為工人謀福利 才創立的政黨 共產主義就是要分土地 然後要打倒資本家 結果現在在中國嚴重的裁員 可以說是非常的諷刺 因為現在習近平的共同富裕政策 對補教業 房產這個是優先開刀的 所以房產 你一個人很多房產 不利於共同富裕 補教業基於很多因素 我們節目也討論過 這個包括了增加家長的負擔 拉大家庭的貧富差距 所以這個現在是被團滅的 現在在中國狀況很嚴峻 失業人數很多 可是服務業另外一頭製造業 狀況也很嚴重 為什麼因為現在限電 這個根據媒體的報導 然後台灣的許多的廠商 在中國的投資 有七個主要的企業產業鏈 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重點為什麼就是因為限電 它是完全是出於能源的問題 電網的問題 內部電源發電 產銷不能夠均衡的問題 所以現在中國你看光天到了 馬上民生用電工業用電 都有很大的問題 甚至於說我們講說 為什麼現在小粉紅發文都減少 為什麼沒有電 手機電腦都沒有電 手機電腦都沒有電 那就是你一個禮拜只有一天 或者是一天給你九小時 但是你是晚上到第二天 早上七點才能用電 那公務人都在打瞌睡 那怎麼去開電 但是中國就是這樣子 上市前電 你知道現在上市前是什麼時候嗎 1月6號今年 突然一個寒流吹下來 北京零下17度 北京開始停電 一路到上海到深郡 習近平思想主導下的一切 一天打垮一個產業 這是國際媒體說習近平在在做的事情 中華民國空軍廣播 位於台灣其餐空域 高度8000公尺的中共軍績 注意 中國十一國慶 不放假還加大擾台力道 解放軍空軍一天飛了 38架戰機擾台 這當然是個威脅 其實國民黨 他所謂熱臉天冷屁股 就是說他黨內 就有這麼多人相信 他們就認為說兩岸 應該要溝通要往來 我們台灣每年 去賺人家那個1400億美金的 那個什麼外貿 但是不要忘掉 問題是他賣 就是說他買的東西是他需要的 台灣賣給他的東西是他們需要的 不是說他買的東西是不需要 來故意拿錢來買 兩岸永遠就是說在目前狀況下 你根本沒有和談的一天 就是說台灣今天夠強 就是說台灣今天夠強 他今天就算派30幾架 一共三天派了90幾架 那他現在因為飛機有了 駕駛也有了 我覺得第一個他們也在操兵 中國大陸的軍隊解放軍 40多年來沒有打過仗 你知道在越南也打不贏啊 然後在俄國的 在俄國邊境珍寶島戰爭的時候也沒有搞定 那現在印度他也沒搞定 40多年來他根本沒有 在台灣我覺得他是在操兵 其實你說他有沒有那個膽子真的去打 我覺得那個是問題 因為他們自己解放軍我剛講沒有打過仗 而且幾次在越南這個打得很難看嘛 台灣為什麼今天有大家那個年輕一代也好 或者全台灣的人都好 要獨立的聲音越來越高 就是你自己惹出來的嘛 你明明香港好好的在那邊 你去搞一個什麼香港那個什麼 全部那個什麼修特別法 讓全世界給你這個搞的雞飛狗跳 新冠肺炎搞得全世界都雞飛狗跳 到現在都還沒有搞定 台灣不可能去投降 台灣今天夠強 有自己的立場 有自己的軍隊 政府 人民 而且還隔著台灣海峽 不是這個女男就像南北韓一樣 挖個地洞就可以跑過來 台灣不是這樣子啊 而且台灣真的夠強 而且台灣真的夠強 但是台灣一定要認清楚 你今天除非投降 否則的話他不會來 不會停止騷擾你 可是我覺得我今天看到一個消息說 我們準備了三個什麼飛彈 對準他 國民黨一定要認清一個事實 單方面說要求和求統一 是不可能的事 你知道光個水果就要 找到一個小蟲就要整理冤枉 凍處刁難 那種雞毛蒜皮的事 他都會修理你的話 何況整個大的國家的大事 你就算討好也沒有用 除非你今天台灣真的夠強 而且台灣真的夠強 抗體第一次去驗35.4 爐獲至寶 你看你看你看 抗體這麼低啊對不對 他好像今天還是明天要打第二劑 今天要打第二劑 西區驗了 我的天啊 907點擊多了25倍 因為那時候四叉貓一開始驗出來 抗體濃度只有35多的時候 哇塞 還有一些人講說 什麼四叉貓變三角貓 完全被打破啊什麼 你看保護力一驗一次之後 不堪一驗啊 一開始就是有不同的質疑 一開始數值低的時候 你們就笑他說沒有保護力 結果現在數值高了 按照你的標準 你不是要讚賞說要說 這個保護力增加25倍 真的有用 這高端沒想到 超乎我們預期想像的有用 不是應該要這樣嗎 照你的標準不是應該這樣嗎 結果沒想到數值變高之後 你竟然開始去斥責 當初讓你撿到槍的這個人 然後你就說 這個人如果這麼愛驗的話 為什麼不去做人體實驗 夜間吹口哨 是為了壯膽之用 天越黑喔 你越沒有膽 那現在中國特別黑嘛 對不對 姑蘇城外含三次對不對 所以就非常的冷嘛 非常的黑嘛 所以他們在這個十一國姓的時候 其實我都看得出來 它叫做壯膽 在一個這麼狂暴的情況之下 我們當然要做好警戒 國台辦裡面 開始把我們吳釗憲罵得這麼難聽 都是要不斷地拉高對外的衝突 就好像慈禧太后 當她不行的時候 就是各國都在欺負我 所以她要找一個地方出來 所以這個狀況其實去理解 就知道說她一定做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也不用那麼驚恐 因為這是必然 對於一個充滿沒有自信的國家 然後又以為自己是天下的天朝 當然我們也做好了一個防備 我們十月國慶的時候 你會看到我們的進步 尤其是我特別有感受 剛剛不是講的站準嗎 路準嗎 你也準 對 天建二號把它放到是防空飛彈 射程45公里 360度可以巡轉 而且是隨著雷達 就是雷達看到 直接資訊過去 直接就可以發射 我是全的中華民國 當時剛剛接收的 叫做限速飛彈 我們是第一次有這種防空飛彈 射程8公里 雖然是360度旋轉 但是是用目測的 結果我們現在 那時候跟美國買的 到現在我們能夠自己研發 自己做出來 代表我們的實力是進步的 所以我們是堂堂正正的 在大概天給你看 因為我們充滿了自信 而不是像你一樣 夜間吹口哨 只是想要下台灣 射程45公里 代表我們的實力是進步的 這四個參選的人 包含了高市 包含了野田 包含了河野 包含了岸田 他的政見裡面全部都是一樣 對於中國絕對不可以輕忽 對於整個印太地區的安全 要把我們日本一起算進去 因為以前日本 他們的自衛隊很奇怪 就是認為說 我只要把我日本的 周邊的海域守住就好了 我不犯人 人不犯我 日本他的做法就是這樣 可是現在不是 因為中國長太大 因為命運共同體了 對 中國長太大了 而且大就算了 大而不優 他這個人本身 並不是那個和平主義者 他是要侵略 他是要擴張 他是要戰友 他要你跟我扶手稱臣 那日本人他心裡想 我已經忍了這麼多年了 我不再忍了 所以岸田他就由整個鴿派 變成鷹派 所以他的想法是什麼 他對付中國的首要任務 就是我有朝一日 日本要廢除核武 嚇死大家了 你知道他說沒有 我們的核武不是那種核死武器 是核子動力潛艇 我不是要做核子彈 我也不是要做核子武器 我是要有核子動力的這些武器 所以說岸田他從鴿派 幾乎轉成鷹派 但是大家不要擔心 鷹派只對中國 只對中國 沒有對別人 沒有對別人 所以大家不要擔心 他是要侵略 他是要擴張 他是要占有 而且台灣真的夠強